农村老人和城里老人十张图对比,生活不同,总有一张会让你眼眶湿润,或许你会想到父母,或许你会想到自己。 在农村,上了年纪的老人喜欢聚在一起晒晒太阳,拉拉家常,老人们可以足不出户,但是对于村里的大小是却非常清楚。 图片来自东方IC。城里老人喜欢热闹,约上三五个好友,一起在公园或者广场上健身,老爷爷喜欢打太极,老奶奶喜欢跳广场舞。 图片来自东方IC。农村老人对耕牛有特别的感情,有时间会拉着牛去山坡吃草,或者去河沟饮水。 在农村老人眼中,牛是值得依靠的朋友。图片来自东方IC。城里老人喜欢牵着小狗去散步,孩子们不在身边,小狗是最忠实的朋友。 图片来自东方IC。农村老人自己种菜,每天吃的是地理最新鲜的食材,吃不完的挑到城里卖。图片来自东方IC。 城里老人去超市买菜,品种相对要丰富,琳琅满目,各种食材都有,图片来自东方IC。农村老人平日里粗茶淡饭,偶尔上街会割起筋肉,很多农村老人尤其喜欢吃肥肉,血压血糖血脂,一切正常,没有那么多讲究。图片来自东方IC。 城里老人的饮食相对清淡,大叔大娘注重保养,油腻的基本少吃,他们吃的是养生与健康。图片来自东方IC。农村老人生病后一般不愿给子女添麻烦,一点小病靠熬,特别不喜欢进医院。图片来自东方IC。 城里老人去医院很方便,身体不是会及时就医。朋友,这是农村老人和城里老人的十张图,生活方式不同,不存在谁比谁好,毕竟,任何一种生活方式,只要心情舒畅才是最重要的。 这十张图中又没有那一张会让你想到老了的自己,图片来自东方IC。